这是您的胡言拿铁跟里基蛋三明治 炭烧里基蛋三明治搭配胡言焦糖拿铁 是一克的经典早餐组合 只不过从27号开始价格要开始上涨 轻食涨15% 拼盘主厨特选类涨一成 餐点平均涨了5到15元 在饮品的这个部分的涨幅 我们会由品牌自行吸收 但是在餐点的成本上 因为其实是由于多样的原物料的叠加 成本上涨的关系 所以导致我们必须要做这样的一个售价的调整 坦言实在扛不住成本压力 才会回为三年再调涨 以一克近三年成本涨幅来看 菜跟鸡蛋都涨了将近五成 至于肉类也涨了快要三成 现在通膨还可以接受 不是只有自家涨其他都在涨 品质是能够同步上来就OK 不要说涨了以后东西缩减 或者是品质荡下去那就不行 常客能够体谅也是因为一克不是第一家涨价 像是路易莎从1月20号开始就有73个品项调涨5块钱 但其他业者包含喀玛、八十五度C跟博朗 目前都还没有涨价计划 一克在过去我们的棺材来看的话 它其实比较偏有就是中龄或者是中高龄的这个部分 它对于价格就是比较敏感的这个族群 所以这时候有可能会有这个流失客群的风险 区域店这种社区型的话 那当然如果附近就有其他的选择 那就有可能会直接做品牌的转换 虽说洞长有可能吸引其他品牌的流失客群 但长时间来看成本压力真的hold得住吗 八大新闻需要主带成为台北参考导 名称发方式近在一小时 赶快订阅我们八大名称新闻的YouTube频道 还要记得开启小铃铛